下午5點鐘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現場 我小時候會經過的 左營地下道 現在沒有了 不過相對來講 這可能是 第一 方便很多 第二 是不是不會再淹水了 沒有錯 我們可以看到 在昨天這個市長 他非常高興的 他幫左營的地下道填平工程 他來這樣剪裁 而且還走過去 這個地方以前 可以看到出來 像去年823炮戰的那一段期間 馬上就淹水了 我們其實在很多地方的地下水道 只要遇到大雨 就很容易有淹水的情況 所以他們在4月的時候 就開始把左營地下道把它填平了 它跟鐵路地下化之後 也是相關聯的工程 不過事實上 可以看得出來 它填平之後 整個馬路就變得非常寬了 之前是有個地下道 現在都不用了 不過這個地下道 這個完成之後 居然會有很多的爭議 包括市長有講到說 這個地下道以前汛起的時候 常常會積水淹水 這個施工團隊不敢輕忽 不過沒想到 做了這麼好的工程 居然也會被人家批評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張的CG 就說它很多 因為它原本預定的時間 4月中開始動工 預定在5月31號的時候要完工 而且是第一階段的通路 因為它封駐的是滿重要的一個幹道 所以它在施工的期間 對交通影響很大 所以高雄市政府很貼心 希望說趕快早一點的來這個 看能不能局部的通車 對 因為它提前到5月27號 就已經第一階段的完工 所以它就部分的開放了 可是這樣提前的部分開放 也要被人家黑 就問題一堆 說你沒有路 寧可再塞三天 說你好大喜工 我是不是搶著要通車 說沒有路燈 什麼相關的車道速限 垃圾不知道丟哪裡 排水設施沒有設立 可是它完全辜負了市政府的好心 市政府是不希望說 這個交通管制 因為它事實上是7月完工 難道你要從4月到7月 都完全全面的交通管制嗎 你如果這個地方被封起來的話 其實民眾經過這個地方 要繞一大段路 我看那個車程 至少多了兩到三倍的時間 所以它是希望你不要 受到這麼大的阻礙 所以它才把這個 交通管制的部分 希望可以局部的來 就是看能不能提前 第一階段來通車 這樣的好心設計 居然也被黑得一塌糊塗 其實我們當初台北市 這個忠孝橋的引道 在拆的時候 也是過年期間 也是有分階段 這種跟馬路重要幹道 在做工程把它封路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階段性的通車 就是怕說完全把你堵住的時候 你很不方便 這樣子也要被黑 但是路燈的部分 其實因為昨天施工的時候 上午下雨 這工程沿到晚上 都已經裝好了 車道的速限沒有處理完善 這個現場有人員在管制 民眾說不知道垃圾丟哪裡 我覺得這很奇怪 它沒有地下道之前 難道那些民眾都不丟垃圾嗎 就不會有影響 這樣也變成是問題 排水設施沒有設立完成 下雨就會積水 尤其今天晚上高雄 可能就會下大雨了 不過他說其實原本旁邊 兩道的這個水溝都還在 所以第二階段如果也有完成工程 目前也有設立移動的抽水機 這些問題都按 機車道安全標誌沒有設立 因為它只有開放快車道 所以我覺得 交黑它的人 批批它的人 其實這些人都辜負了市府 體諒民眾交通不便的部分 沒關係 我們高雄市政府 有問都有答 現在在我們視訊線上的 就是水利局的局長李榮威局長 我們直接請李局長 來回答這些問題 局長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你們當初第一階段 提早通車的用心是什麼 以及這麼多問題 你們是不是後來 逐一都解決了 好 謝謝主持人 各位觀眾 那我們希望第一階段 就能夠通車 讓大家能夠提早 來解決這個交通的不便 那這個通車之後 所有的這些標誌 還有燈號 路燈 我們都會在通車的時候 把它完成 那我們這樣子的通車 可以比原先七月底通車 事實上是提早了兩個月 那我們也希望 這個對周邊的民眾 能夠提供一個快速回家的道路 局長 那大家質疑說什麼 這個排水系統沒有做好 很擔心晚上如果下大雨的話 可能會積水 會有這種狀況嗎 目前是不會 我們這個都有考慮到了 如果今天下大雨的話 我們會把水 就導到我們的工地裡面 再導到這個側溝 這個我們都有做好 萬全的準備 局長 那這個工程 其實還有人擔心說 他有一些配套措施 像是機車道都還沒做好 但事實上是不是機車道的通車 是在下一階段 是的 我們是下一個階段 大概要到七月中後以後 才有辦法通車 所以如果連快車道也到七月底的話 那這樣大家應該會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分兩階段來通車 那局長有一些黑寒的粉專還批評說 這提早通車三天有一點好大喜功 你覺得有這種狀況嗎 沒有 我們是完全是以民眾的利益 為最高的考量 安全 然後快速回家 我們沒有這種奇奇怪怪的想法 局長你剛剛提到讓大家可以快速 但我也很好奇 就是通常大家都覺得政府單位施工 就是慢吞吞 就是很會拖 你們不但沒有拖到 而且還提早了三天 可以告訴我們 這整個施工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計畫 讓你們可以加快這個速度 這過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謝謝主持人 我們在施工的過程其實也遭遇到不少的問題 包括了這個降雨 超過我們的預期 所以我們也稍微改變了一點施工的方式 那因為這個是用CLSM的這種施工方法 所以我們也針對這個品質管制的部分 我們也花了很多精神 我們也希望在如期如值能夠提供這個道路 讓大家來使用 市長有要求你們說要快點做快點做 要提前讓他通 趕快讓他通 市長有這樣子嗎 其實我們市長當然是希望能夠提供比較好的服務 這個是我們加快速度的方式 其實這是一般地方政府 大概都很平常的一種做法 好 謝謝局長 這邊詳細的說明 謝謝高雄市的水利局局長 有問題我們就直接打給局長 讓局長來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是分兩階段 就是原本那個工程的騎乘 其實是在7月底 但現在先通一部分 現在5月就是昨天先通一部分 方便大家 這是最主要的用意 其實雖然有一些韓黑 不過也有一些網友 他們在這個韓國瑜市長的臉書留言 他說他就是住在這個鹿橋旁邊的公寓 20多年來忍受了吵雜聲音 很討厭 前任的政府封了6年多的地下道 已經很不方便了 原來他之前已經封了6年了 所以這些問題 既然封起來為什麼不拔田坪 怎麼這6年這些問題都沒有人去講 現在反而都要把它這個田坪之後 反而來講說 原來這個地方已經封6年了 不是在當地的人 還不知道這實際的狀況 當地的人才知道真的有這個情形 所以這一個到底所謂的工程 對當地的居民到底是不是很期待 我覺得當地人最清楚 對 所以我們現在訪問到的 就是當地的里長 里長你好 龍水里的里長 初學齡出里長 里長 主持人你好 你好 里長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工程是不是當地里民 包括里長你非常期待的 那做得好不好呢 其實來講這個鐵路地下化後 中華一路的那個田坪工程 其實來做是對里民來講 是非常期待的一個工程 那因為這個工程從開工到現在 其實來講已經 但說一定會造成里民的一些不便 但是昨天的通車典禮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感到意外 但是說通車對社區來講 是一個好的事情 也能夠造成社區的一個交通的便利 那可是因為我們發現到一件事情說 因為他的路面 快速道路的路面 他高出我們兩邊住家 高出一米多 那高出一米多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會考慮到一個問題 就是萬一發生打雨的時候 那個雨水的宣洩是不是會造成淹水的一個 那個一個一個程度 那跟水利局局長 但是剛剛水利局長有講說 兩邊的側溝都還在 而且他們有準備這個抽水機 這樣能不能解答你的疑惑 求問 我想問一下水利局局長 只不過有抽水機的話 就不會淹水的話 台灣就不需要多自衡 好不好 其實來講 最先我們鐵 最先我們的這個地下道 其實來講 我知道居民跟我所反應的 是每逢好雨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地下道 就變成了一個 蓄洪池的功能 那現在填平以後 居民現在真正是擔心 雨量大的時候 我們的側溝到底能不能夠 發揮效用能讓我們的雨水 能夠順利的排除 那昨天我們也在現場 也跟水利局相關 他們溝通 我希望能夠 在我們的路邊旁邊 再重新做一條水溝出來 來協助將大的雨量來的時候 能夠把過於的雨水能夠宣洩出去 因為我剛剛一直說過 我們的道路 現做的現在道路路面已經高過 我們兩邊住家的高度 一米多 那如果說現在 是 你說 是 李長其實我們只是很想知道 沒關係 因為李長好像還有第二階段的工程 只是說目前在兩階段的工程之間 可能要有一個配套的措施 李長謝謝你幫我們提供這麼詳細的說明 謝謝李長 好 這個施工工程是有分兩階段 對啦 這些民眾可能要多 當然當年的民眾一方面也覺得方便 另一方面可能有擔心一些其他的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 就要請高雄市政府來好好解決 對不對 要把它交給高雄市政府 不過高雄市政府昨天竟然驚傳 市長是被人闖進去 這到底什麼一回事 台貴市長辦公室 遭到錢花媽的攝影官 高達五度的闖入 這個攝影官他姓吳 是無姓的攝影官 他說他早就跟陳菊市長 沒有任何的關係 當時他的品性被說是有問題 所以他被吊佐 但是那個市議員陳莉娜今天質詢的時候 他說他一查 嚇了一跳 這位無姓的攝影官 居然每一年烤雞都拿到假等 他的早就偷騙了吧 他難道在市長室待那麼久了 他不知道市長室有錄影嗎 局長 你們真的被人家當白痴啊 他們對你們撩弱執掌 知道警察局根本不會看錄影帶嘛 對於市長的整體的維安計畫 每天都應該去了解所有的內外情形 你對韓市長的維安 未免也做得太鬆散了吧 在這些狀況裡面 今天如果如同內部正風所辦的 警察局所辦的 告訴我們說這個案子只是單純的切道 我覺得我們的正風跟警察局 未免也太天真 好棒棒 只會在意的就是只有表面 他說出來的這些東西就相信他了 當時他如果能夠拿著鑰匙進去 我們的市長室 他能夠偷東西進來 請問他能不能放東西進去 他能不能放東西進去 重點是他放了什麼東西 進了高雄市政府的市長室 放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們無所遁形啊 你們無所遁形啊 但是問題是 今天只有市長是被放嗎 陳菊市長的馬前竹 昨天也講了嘛 他說呢 這個吳建宏呢 他其實呢 早就跟這個陳菊團隊 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人品性不好 不OK 所以規定回去了這個養工處 我查了一下我嚇一跳耶 他的擔心吳建豪洪先生的安危 從319槍擊案 我在這邊要再次提醒警察局局長 當時呢 被認為是那一個開槍的人 到最後是怎麼死的 認為最有可能的那個嫌疑犯 他到最後是怎麼死的 但是呢 他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個 無見紅而已 但問題是 他現在已經被 偵察庭先開了 很多人的箭頭都指向他 很多人急著跟他切割 他從95年的時候 跟陳菊到現在 他了解多少 為什麼急著要跟他切割 這中間有什麼問題 要不要需不需要保護他 局長 我在這邊提醒你 趕快去把這個人找出來 好好的去保護他 我覺得他可能會出問題 好像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因為新聞系都會講到水門案 就沒想到這個水門案 那時候純粹只是覺得 那是美國的事情 是讀書 在高雄市政府真的發生了嗎 現在大家都在擔心 是不是真的有 高雄市政府版的水門案 但是要打上問號 因為他有很多疑點 雖然看起來 疑似是一個單純的竊盜案 可是整個過程當中 大家太多 那個讓人家起人疑鬥的地方 包括我們先來講一下 整個案發的過程 這吳建宏 他是花媽時代的攝影官 那他被發現說 他這個2月1號當天的時候 是他這個潛到了市長辦公室裡面 那當天晚上11點的時候 是韓國瑜他現在的秘書 他回到辦公室 原本要整理一些東西 然後他一打開燈 沒有多久 就發現他的座位的屏風旁邊 就突然站出了一個人 他嚇了一大跳 他說你是誰 他說我是這個 我是這個公務局的人 所以我其實是要來拿一些 拿一些這個帽子 市長的帽子要盤點這樣子 他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他就只好找這個正峰市 還有一些保全人員 就把他做一個調查 那2月1號的時候 這個市府意外發現 那他身上被起出說 有陳菊跟韓市長的紅包袋 還有鉛筆跟文具用品 還有市長室的鑰匙 這市長鑰匙很奇怪 一個攝影官 怎麼會有市長室的鑰匙 一般我們熟悉的市長室鑰匙裡面 大概只有市長辦公室 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辦公室的幕僚 他才會有 怎麼會攝影官會有鑰匙呢 包括以前我們跑馬市府 或者是任何一個科市府 我們有認識很多攝影官 相信他們都沒有鑰匙 從來都不會有鑰匙 更何況這個人擁有市長室的鑰匙 居然長達至少10年 所以大家就非常壓抑 是一個大問號 但是也隔了這麼久 鑰匙調查了將近20天 到2月20號的時候 才跟林雅分局報案 那林雅分局報案 鑰匙也去調查 調閱了市長室進出的錄影帶 才赫然發現 他不是這麼一次去 他去了至少5次 而且第一次發現 就是12月25號 去年12月25號 是韓國瑜就職的當天 到了12月31號的時候是跨年 然後接受的是今年的1月6號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三個日期有什麼吊詭的地方 隔一個禮拜 隔一個禮拜 隔一個禮拜的感覺 隔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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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6天 然後接下來是1月24號到2月1號 又是隔了6天 所以大家有一些疑惑 說你為什麼每次都剛好隔6天 難道你是要裝監視器的電池嗎 還是說你有什麼固定的東西 你必須要裝 要換 這個是個問號 所以你拿這一些東西 拿這個文具品什麼的 我覺得你冒這麼大的風險 闖入了市長辦公室 拿紅包袋 拿紅包袋 真的說不過去 其實過年排隊去拿就有了 他如果真的在市府工作的話 應該各局處其實也都拿得到 應該是都會有 所以其實還是沒有必要這樣拿 所以他的有很多疑點 第一個就是保全的系統失領了嗎 好奇怪 進出這麼多次 都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嗎 所以市長是沒有保全嗎 沒有人反應嗎 這牽涉到一個問題 這完全是假設 萬一這個人跟保全是熟識的 他真的在裡面裝了監視器 那案發之後保全配合他 把這個監視系統把它收起來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們只能說這是想像的可能 所以為什麼保全沒有發現 這是諸多的疑點 另外一個是他怎麼會為這麼小的東西 冒這麼大的風險 實在是不合常理 這些東西你在別的場所就可以拿到 怎麼會冒這麼大的風險 還有剛剛有提到 一個攝影官 究竟為什麼會有市長室的鑰匙 而且長達10年 另外一個他只有韓國瑜嗎 這也是一個問號 他如果在過去10年來 他都在陳菊的團隊裡面 那為什麼他有這個鑰匙 在過去10年都沒有發現嗎 難道是韓國瑜上來之後 才意外發現嗎 還是說他在花媽當市長的期間 每天晚上假日的晚上 就會摸到市長辦公室 投紅包袋跟鉛筆文具 這真的太不合乎常理了 還有剛剛提到 鑒隔太多的規律 固定都是六天 真的會讓人家想說 難道你真的是去換什麼監視器 窃聽器的電池嗎 這個周期太奇怪了 所以有很多起人疑鬥的地方 這麼多問題大家都很好奇 那再看第二章的部分 大家也很好奇 這個所謂花媽的前攝影官 到底是什麼樣的背景 大家很訝異 這是他的照片 那我們為了保護他是有 把他馬賽克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事發之後整個案發的過程 讓大家想到說 這韓國瑜市長 好像還在貫徹他的愛與包容 為什麼 因為其實2月1號的時候 事情就曝光了 為什麼到昨天 這個事情才見報 5月2 17號 隔這麼久 因為當時2月1號的時候 韓市長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但他覺得 他只是一個小小的公務員 而且韓市長當時覺得 好像只是 因為警方告訴他 只是一個偷竊案 他說那既然只是一個 市府團隊告訴他 可能是偷竊案 所以如果當初都竊案的話 不要給這個小公務員 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不想給他壓力 這件事情就沒有曝光 後來是到昨天 是因為開了偵察庭 這件事情才曝光 可是這件事情曝光之後 馬上又被人家含黑 又說你一定是因為你爆發了 新莊王小姐的事情 所以你故意講這件事情 要來轉移王小姐事件 可是其實他完全是被動 是因為開了偵察庭 跑社會線人就知道這事情 所以市長是被動式的曝光 他原本是覺得 不應該要給這一個人壓力 而且事實上 昨天開偵察庭的時候 市長的秘書出庭 還幫這個人求情 他因為他四月的時候 記得兩大過 兩小過 他就離開 他就自動請辭了 然後他現在是無業的狀態 所以他出庭還幫他求情 說不要罰他 罰太重 畢竟他現在沒有工作 還有一件事情 韓貴現在身邊的攝影官 其實就是前朝的人員 他其實對這些人是沒有戒諦的 可是經過五個月來 他沒有戒諦都不行了 所以發現奇怪 這一個所謂的花媽時代的攝影官 他是2007年的時候 進到養工處當技工 我剛剛講到別的單位去 事實上是養工處當技工 他支援攝影官 那2010年的6月的時候 他被說成是因為行為不良 歸建了養工處 那2019年因為發生這個事情 4月的時候自動離職 大家想說他跟花媽時代行為不良 所以歸建了 換句話說這個人跟花媽 應該不合心 但是也還有一些疑問的地方 這個高雄市議員陳麗娜 今天質詢的時候 就說他去調閱了這個人的資料 他每一年的考基 幾乎都是80分 80幾分 假等 等於是假等了 甚至在所謂的 2010年行為不良歸建的這一年 他也有79分 都還相當不錯 不良扣1分 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給他的分數都相當不錯 而且甚至還有 這個市長鑰匙也沒有把他追回來 他就懷疑難道說 這個人其實還在 陳菊團隊裡面 還相當核心 這是個問號 這是一個疑惑 所以很多人對這方面 有很多疑點 不過韓國瑜他今天 其實真的是 展現了愛與包容 他講了很多話 我們來看第三章就有看得出來 他其實說 這件事情 還是有一些疑惑 我們立即連線陳麗娜 高雄市議員 他剛剛 我們已經迅速打通他的電話 麗娜姐已經上線了 哈囉 麗娜姐 主持人好 麗娜姐 你調閱了這個 吳建宏的相關的資料 有發現任何奇怪的地方嗎 是 其實跟外界所說的 想像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個吳建宏 其實他進來市府 當臨時工 然後一年內 其實他就快速的變為 正式的雇員 也就是高雄市正式編制內的 技工人員 那在高雄市內 如果要這麼快 能夠牽准 其實除了市長以外 市長特別去批以外 其實很難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表示就是說 其實吳建宏他是關係蠻特別的 才會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 他的工作呢 事實上是做 這個陳菊市長的這個攝影官 所以呢 隨時都要跟在市長身邊 然後隨時幫他做攝影的動作 那所以呢 如果這個人擁有鑰匙 我今天也問了這個韓市長說 那你的辦公室到底誰有鑰匙 那韓市長也講了 如果有鑰匙的 大概就是他的機要秘書 一些重要的人才會給鑰匙 那也表示就是說 他核心人物裡頭 才會有鑰匙啊 所以呢 當時如果說以99年之前 那他的確是在陳菊的市長的這個 整個團隊裡面 他應該是核心 他才可以擁有鑰匙 但是問題是 99年他歸建之後 為什麼鑰匙還一直在他身上 這就是一個大災問啊 因為如果說還在他的身上 但是人已經離開了 那表示是什麼樣的一個原因 市長還願意把這個鑰匙 放在他的身上呢 還是他其實雖然歸電回去了 但是他的工作 還有部分是在這個 陳菊市長的這個核心團隊裡面呢 這個其實是還蠻特別的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吳建宏先生 他的確在這個整個 這個背景上面呢 是讓人家比較難以猜測 而且感覺上是一個 比較神秘的一個狀態 那今天發生就是說 他在這個韓市長的這個 就職到現在 可以有五次的機會 潛入到市長的這個官邸 然後不論是他是不是進去偷竊 或者是他有可能是去放東西進去裡面 這個是我們一個合理的懷疑啊 但是呢 不論怎麼樣他都危及到了 韓國瑜市長的人身安全了 今天如果我們高雄市的警察局的 危安狀況是做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不免要擔心 任何一個人他都有可能潛入到市府裡面去 然後呢進到市長室去做佈局 然後危害市長的安全 所以今天也針對這件事情 希望市長能夠重視 然後來處理相關的 有可能在整個團隊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傾向的人 都應該要去發掘 然後了解他們的狀況 莉娜那花媽的前處 這個相關的幕僚啊 他也講說 其實他們跟這個吳建宏啊 沒有往來了 不熟悉 也不知道他會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你調閱了他過去考基的紀錄 卻發現他每一年都幾乎是拿假等 那要說他跟花媽的關係不是那麼深厚 會讓人家相信嗎 這個就是我不相信的地方 我在這邊也是跟所有的朋友 就是分析一下為什麼我不相信 第一就是前面我們所講的 鑰匙一直在他身上 市長室的鑰匙有那麼容易拿嗎 任誰都可以去擁有這把鑰匙嗎 他並不是複製的鑰匙喔 他一直以來都是拿著市長室的鑰匙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他的那個烤基事實上是不錯的 我們從他95年進來之後 看看年年烤基都是在80幾分 80分以上就是假等 而且呢 通常能夠打到80幾分 通常都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表示長官對他很賞識 另外呢 他還每一年都記家獎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烤基的成績 你能說他不好嗎 那這個在 這個以前我們的這個前任的 那個秘書處的處長 那國際事務處的處長的 陳琼華所說的 他說其實他是這個行為不良 然後所以呢規見回去這個養工處 看起來似乎與事實不符啊 所以這個有一個明顯的切割動作 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也還不清楚 為什麼他們的團隊急著要切割這個人 這個人到底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要讓他們必須要在這個時間點 趕快斷尾求生切割他 那我想這個人他大概現在心裡有準備了 所有的事情都必須要說是他一個人的行為 單獨的行為沒有任何其他的 我們可以想像後續他一定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丁娜那我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疑惑 像是台北市長的這個辦公室 他的左右兩邊都各有一個這個是警察 就全天候的進駐在那個地方 更不要說他們房間有鑰匙了 那我不知道高雄市長 這個四委的那個辦公室 他的有沒有這樣的保全系統 有的在白天就是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的話其實在市長室的門口 是有警衛還有保全 那隨戶都其實都在那邊做為安的動作 任何一個人要進去市長室 是要被盤查他是從哪裡來的 他要做什麼 這個是平常有的在白天的時候上班時間 晚上的時候呢 事實上在市政府有門禁 因為他是高雄市政府的員工 所以他晚上進來 他必須要做一個簽到的動作 他進來是為了什麼事 所以其實他這幾次進來 高雄市政府都有留下記錄 他幾點進來幾點出去 事實上都有記錄 那他的記錄裡面他記錄說 他進來高雄市政府是為了要取物 拿東西的意思 他為了要取物 另外呢他還有一個理由加班 所以呢其實他進來到 這個韓國瑜韓市長的這個官邸裡面 他呈現兩種狀態 他一種是說他是要來拿東西 另外一種是說他加班 那所以呢這兩種理由都足以讓他進高雄市政府 再加上呢他有鑰匙 所以他就直接開進去那個市長室了 但是問題是市長是開進去之後他還有攝影啊 晚上還有攝影啊 他一定了解其實警察局並不會去看這些攝影 我們的攝影內容是40天 就是資料就洗一次 所以呢 如果說啊 如果說我們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從12月25號到2月1號這一天是38天 所以呢在經過年假之後9天的年假呢 這些資料早已經不見了 但是呢就這麼剛好 當天晚上呢市長的秘書就要進去市長室 去處理一些事情 沒想到就被他發現了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原先他以為天衣無縫 不會被發現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這個人對於市府的運作極度的了解 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我覺得市府真的不能夠輕忽這件事情 因為市長的維安就在這些點點滴滴當中流失 如果我們的警察局跟正風系統沒有查清楚這些事 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再發生 好 謝謝麗娜 她講得很清楚 而且把這個時間點啊 這個人的烤雞等等都掉出來了 只是聽起來這麼奇怪 聽起來好像疑問很多 這麼奇怪一件事情 韓國瑜市長還要愛與包容嗎 沒有錯 因為韓市長今天被問到這件事情 她還是說我們希望用愛與包容化為軸線正道 春節前甚至還有人跟她說 要把市府幾千位臨時人員 因為我們都知道 市府的臨時人員很多都是市長身邊 或者是熟悉的人 或者是考進去的 但是她說要把這些臨時人員換掉 她也是反對的 她說她不需要公務人員對她效忠 公務人員應該為國家人民來服務 但是她說這件事情非常疑似政治打手 有沒有裝監聽器 監控高雄市長的一切行為 包括她自己隨身的秘書跟隨戶有沒有被收買 或者只是不正當的指令 嚴格監控韓國瑜的行為 她說這是個疑問 但是聽起來好像她也聽過有這樣的傳聞 所以可以這些都可以到此為止 讓人家覺得兩個字噁心 愛與包容不是渦讓跟退讓 議會之後會有人事調動 她預告6月3號的這個質詢結束之後 她6月就會開始人事調動了 而且調動的不只是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也會一起調動 事實上中間有一個誤會 就是說他們是在1月13號的時候 韓國瑜有宣布說要把她的市長辦公室 要搬到鳳山 新的辦公室 但是事情是發生在2月 現在就有人民進黨的立委出來 就王定宇他講說 這個1月13號才發生的事情 你怎麼會說你因為2月事情 你決定要搬在鳳山 沒有 是他們原本就一直對 四委的辦公室有深深有疑慮 所以想了很久 1月13號才決定要對外宣布 說我們要搬 果然他做的決定也沒錯 2月就爆發 有這樣的一個所謂 所以他們走進辦公室 有感覺怪怪的 是這個意思嗎 就總覺得怪怪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 一來搬到鳳山新的辦公室 二來又可以有區域平衡的效果 果然1月13號有先見之明 他做的決定是對的 不過這事情被說成是所謂的水門案 為什麼會比成是水門案 研究一下我們讀過的水門案 這發生在1972年的時候 民主黨的全國委員會 在華盛頓特區的水門綜合大廈 被人發現入侵了 當時的尼克森總統要掩蓋 這整個事情的真相 甚至直到他整個竊聽的陰謀被發現 尼克森都還是要企圖要去阻擾 國會的調查 最後導致了憲政的危機 他自己也在1974年的時候 宣布辭去總統的職務 就被捨成是水門案 所以到底高雄市長 韓國瑜有沒有被他的政敵 裝了兼輕器 這變成是一個問號了 沒辦法釐清了 不過這個時候大家都很希望說 是不是民進黨政府 他們能夠拿出一些誠意 或者是對這事情 能夠仔細的釐清 不過這個期待恐怕要落空 因為陳菊本人我覺得直覺就是 陳菊本人你總是要出面 做一些回應 因為他現在在總統府當秘書長 他也沒辦法隨便的發言 不過他的以前的團隊 前市府的秘書處長陳雄華 他又講到說吳建宏他的行為 舉止不當 表現 工作表現不佳 跟原本的市府團隊 跟他早就沒有聯絡了 完全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高雄市政府 現在把他翻出來炒作 他覺得高雄市政府 應該要循著司法的調查 不應該有不實抹黑的政治聯想 所以他是覺得他還痛批 高雄市政府是在炒作這件事情 可是事實上市長是故意 把這件事情他覺得不要 不要讓大家知道 是開了偵察庭才意外曝光的 所以並不是要炒作 至於是他的韓國瑜 當初的對手陳其邁 今天也被問到這件事情 陳其邁講的他說 他認為指控要有證據 不會去犯 當初國民黨的錯誤 中央也不會去做監控 這種無聊的事情 他說我可以理解 韓國瑜現在參加初選 紛紛擾擾對手的競爭很激烈 我個人勸他專心高雄市政 他應該佛經要多念一點 市政是最重要的 不是政治100經濟0分嗎 他這個講話讓韓國瑜覺得 他有失高度 因為他畢竟現在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他應該針對這樣子起人疑鬥 疑點這麼多的事情 他應該以他的高速高度來呼籲 要積極的介入偵辦 但是他卻是酸來酸去的 他有沒有想到 如果當時是他進了辦公室上班 他會不會也被人家進去 拿東西放東西 也許就不會被監聽得那麼嚴密 也許就不會有這種事情了嗎 對 這個不知道 不知道 對 韓國瑜他的回應就是說 陳其邁也是公職人員 而且他當行政院的副院長 甚至可以主動的交辦法務部 高雄地檢署嚴格的偵辦此案 但沒有 他只有發了一篇非常酸的評論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都很好奇 我們就要來問問看 高雄市議員 黃紹婷議員 有什麼樣的感想 你們的市長愛與包容 結果反而被對方酸了 被民進黨之前的對手酸了 議員怎麼看 的確是很酸 因為其實現在陳其邁副院長 算是很高的一個高官 那這個案子最近會爆發 是因為檢調開始偵查 那檢調會偵查表示 絕對是有一定的證據 那我覺得陳其邁副院長 應該要將心比心 畢竟不管是你是藍的或綠的 你都是為全國人民在做事 所以我們是覺得陳其邁委員 與其這樣酸市長 不如你應該是請法務部 全力來配合調查 我覺得這樣子才是人民想看到的 議員那陳其邁甚至講說 什麼多念經這些 你會不會覺得有失他的高度 我覺得念經就能夠解決問題嗎 今天這一位無姓濟公 已經真正在市長室裡 而且根據錄影帶進去了五六次 他自己都無法自圓其說 為什麼會進到市長室 他為什麼有鑰匙 他竟然是離職員工怎麼有鑰匙 這些他們都無法說明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 就事論事把事情趕快 徹底查清楚比較好 議員 那那個市長今天告訴大家說 六月議會結束之後 他就會有人事調動 可是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他上任這麼久 將近五個月快要六個月 他現在才終於發生這麼多事情 他才要開始調動 你會不會覺得他太沒有防人之心了 其實也不是 因為畢竟市長剛上任 他有很多的人士 他的確是在觀察當中 那當然他如果認為不太適合的 他畢竟還是要做個調整 這對所有新科的市長來講 這都是一致性的 那你覺得韓市長對他人事方面 還有包括他們現在鳳山的辦公室 你覺得感受上是夠安全了嗎 我覺得當然是一定有心有餘悸 我覺得用心有餘悸來講 是非常鐵切的 因為畢竟大家想想看 一個綠營執政了20年的高雄市 那一個藍營的市長入主 卻發現位置都還沒有坐熱 就有這個前朝的員工 會偷溜進去市長辦公室 每六天就去一次 也交代不清楚 到底為何到市長辦公室 所以我覺得這對所有的來講 換作是你 你可能心裡也會覺得 屁股毛毛的 那議員你覺得市長辦公室的安全設備 是不是應該要提升 比如說之前如果四維辦公室那邊 只有白天有戒備 那是不是以後要變成24小時 最好都有人顧著 我覺得第一步應該比較好的方法 是把這一位無姓 既攻當時為什麼速度進入市長 是一定要請司法單位嚴格的徹查 因為這才能夠去調查清楚 到底怎麼一回事 到底是不是在背後真的有人 要來故意借取韓市長的一些市政機密 那當然你說硬體設備上面 你換鎖啦 或者請人家加強來戒備 我覺得這個當然都是市長 他可以考慮現在馬上立即就要來做的 好 我們謝謝高雄市議員黃曉廷 黃議員 謝謝議員 議員人現在還在高鐵上 但是跟我們連線 也有一些他的感覺 他覺得這個愛與包容 市長可能因為剛上任 所以還需要觀察 不過接下來勢必還要做一些調整了 要說現在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 沒有錯 就是因為陳其邁酸 他說不要想這麼多 不要有這麼多揣想 他覺得勸韓國瑜 應該要多唸一些佛經 韓國瑜在剛才鳳山行政中心 他有接受聯訪 有最新的回應 一起來聽 你在消費前朝 我們有消費前朝嗎 我們怎麼消費前朝 上來當市長第一天我就說 歷屆市政府都對高雄市的建設 有幫助 有貢獻 我們有任何的壓力 任何的挑戰 一肩扛 開宗迷就是如此 第二個接住的就是愛與包容之外 心力99 儲弊1% 第三 我們現在發現到 有一些可疑的弊案 我們開始移送法辦 後面也會有 我們哪有消費前朝 我們都是很認真的在做 我覺得不需要去 我建議這個陳前處長 也包括這一個無性嫌犯 他有市長的這個房門鑰匙 這個都沒有查出來 還要我們講嗎 我們怎麼可能消費前朝 好 請繼續 市長 6月1號凱盜肇市 傅崑奇也有幫忙嗎 現在幫忙的人非常的多 我自己家鄉 新北中和也會有人出來 大概有幾十個團體 非常的多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說實在他們來邀請我 我是被動的接受 6月1號這個活動 目前為止 我的家鄉會有人出來 市長那個北部的民代 有些不敢再猶豫要不要去 說黨中央好像有希望 他們不要表態 這完全尊重 如果有一些台面上的人物 覺得有一些壓力的話 我完全的尊重 因為我也是被邀請的 那這些民意代表可以自己判斷 完全不勉強 陳其邁副院長好像他也應該要多念經 柯P市長 真的我不曉得這句話什麼意思 他上次來高雄 媒體記得問我的看法 我是非常的歡迎 到現在為止也是一樣 我們不會有任何什麼手下做動手腳 我們高雄中學都已經發表正式的聲明 絕無此事 我們不會做這些事情 高雄歡迎所有四面八方的好朋友 高雄也一定歡迎想要參選2020的 高雄市民是非常熱情的 我當市長一定是結成歡迎大家來高雄的 市長 市長有立委還有一些議員有提到 就是說你現在爆出的一個偷欺案 是不是為了要躲避之前那個 逃色風波的事情 沒有這個事情 我講過高雄地檢署辦案 我們怎麼能影響 再來台北地檢署 昨天也發布了一個正式聲明 根本就沒有這些什麼查扣的這些錄影帶 都已經很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公權力的機關 他們的聲明我們當然是尊重的 其他不當的聯想真的沒有必要 一直不停的抹黑 透過去年高雄市長的選舉 講白了我已經被X光每一個細胞都檢查過了 我自己心裡有數 所以我才舉例三十年前 我當台北縣客家同校會的理事長 我離開都二十多年了 還要被查帳 已經檢查我 檢查到這種程度了 每一點一滴 我心裡面有數了 好不好 那我們尊重高雄地檢署的辦案 就這樣 謝謝 有議員爆料說你每天晚上 跑完行程之後都會被一台車給接走 然後也不知道你住在哪裡這樣子 不曉得這個議員是不是有派人跟蹤我 那你想知道 那如果議員要派人跟蹤我的話 我建議這個議員不妨上我的車子 去看一看 好不好 我過的生活是怎麼樣 住在什麼地方 吃什麼東西 歡迎這個議員 我不曉得哪個議員 跟我一起生活二十四小時看看 好不好